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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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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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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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又是青鱼 完了完了完了 啥东西吧 钓个罗飞 这全都是青鱼 怎么钓嘛 大哥可以到这边挡吧 那我做西瓜别踩了 赶紧退下来 把背包得起 那是辣椒 那是辣椒树 一脚就踩下去了 鱼还在上面 鱼还在上面 我是把它套进来我可以 不是你套进来它只要一发力完了 它发力没得搞了 小龙往这边踹一点 这个钩划可以啊 捞干捞多了 大家关注的可以说要不带来 又拉了 又是青鱼 又是青鱼 快 再找一条跑掉 那机器拿走 往后测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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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伯仲 钓一条鲸鱼啊 放地上一下 放地上 放地上才能结构 哎呀这个钓个 真的是钓 打个螺飞 这个一窝子鲸鱼打的 裤子被你脱了 裤子被我脱了 放下去吧 两条鲸鱼就当20斤了 当20斤螺飞 我们规矩就这样 我想钓螺飞啊 哎呀没办法钓鱼多啊 有没有过来报仇呢 两条鲸鱼就缺20斤了 老板好嚣张啊 还好跑掉一条 就钓鱼多 还好跑掉一条 跑掉两条 跑掉两条啊 报仇报仇 被你报仇了 哎呀这个钓场的老板太嚣张了 他说他这里面 我说我过来钓螺飞的 怎么都是钓鱼 他说这里面就钓鱼多 意思就是 有本事你钓 好痛苦啊 因为打螺飞呢 我们是 一直跟着自己的一个节奏来打 会上的很舒服 突然一条大个体的飞目标鱼 它就很容易把你的节奏打断了 一旦节奏断了之后你要重新去找节奏 那么今天整场的就是这个样子 你刚刚好找好节奏在那打打打打打一条鲸鱼来了 然后把你节奏打乱了 再接着打打打 节奏又打顺了 连杆了又一条鲸鱼来了 就反复这个样子 他都没脾气了 我们一般常用的就是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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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帅来了 开始来了 这是我窝炸了之后的第一条啊 就一直抽又 鱼又回来了一些 但是跟之前不同 就之前我这个旁边有个打氨机绳子 这些鱼游起来了 它会在这个绳子这个地方停留 现在没有绳子了 这些鱼就很整齐 它就是游一下就走游一下就走的那种 反正还是继续钓 保持频率 因为打扶这个东西特别累的 就是你这个频率要打得特别快 如果你频率 一一一 哦 哎呀 这个 这个 小飞自己给我把脚扎了一下 肯定是报复 刚开始前面一个钟啊 打了几条鱼啊 后来 哎呦 又是切鱼了 哎呀 飘又切了 又切了 哎呀 一飘 飘 飘打掉了 飘滑 飘滑 这个鲸鱼叫好充 一打就要跟着跑 琴妹妹来了 对吧 翻大线 搞鲸鱼得了 罗飞打了好多条 然后鲸鱼的话这是第六条 然后只打起来两条 跑了四条 脱竿子都被脱两次脱下去 两个脱 我们十点半结束了 好好好 还有多久 还有十几分钟 这样切鱼拿下去 我都受不了了 哈哈哈哈 等一下我就打轻 哈哈哈哈 收吧收吧 我先切了 我这边刚好啊 这个后面呢 我这窝子 一窝子的鲸鱼 全部打过来了 就是打斧打过来了 然后现在 他把我的这个线了 纸线切了 把我飘拉掉了 然后就没办法掉了啊 然后再去重新开 呃 调漂啊 开线了 太麻烦了 我们就干脆就就收了 反正今天整个整个做调的经过呢 就是我们在 黑坑也好 竞技在那个泡坑也好 或者说修线堂 也 也 就是说也好 那么我们通常会去做调 不管是你调调也好 饿料也好 或者说是线煮搭配也好 都是要根据舆情的一个变化来决定的 今天呢就是钢匙是在底部去做调 钓着钓着之后 就是钓了两条三条之后 跑了 跑了三四条 就是明显感觉到 他是有点秤 他不太愿意去吃 到后面呢 就干脆完全没口了 没口了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换换法了 我就看到那一堆鱼啊 在水面上游 就尝试想去打两杆 看一下他吃不吃 哎 结果他吃 那么我马上就改变钓符 从 线煮上面发生改变 然后耳料上面进行一个调整 散泡进行一个调整 因为打符的散泡 跟掉底的散泡是不一样的啊 再到后面的话 就是一直 节奏就是一直是乱的 因为没办法让我节奏顺起来 因为我 第一个呢 原因是我好久没有打符 手法各方面的话 也是比较 比较 比较生疏了 然后再接着 第二个原因就是 你刚刚找到感觉 连杆了 一条青鱼就过来了 然后种条青鱼 好的话就顶过来 没好就直接往堂中间串 就切了我一幅大线 两幅纸线 三幅纸线 这个最后一条青鱼呢 是第六条青鱼 就是整个节奏 全部给你打霉了 打得没脾气了 这边就收了 等一下看一下有多少啊 哦 多少啊 干嘛嘛 你拿着出来吧 嗯 嗯 哎呀 我靠上 多啊 靠上 有哪一拨 有哪一拨 有这些呢 有这些呢 人家应该是在 48到 接近 有这些呢 有这些呢 那你们这些呢 不可以吗 有这些呢 哎呀 哎呀 帮我一下 小心手啊 小心手啊 的 慢慢走走啊 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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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几剩了 看了这胖了就知道 哇操 满满的 看不见啊 今天当务事不当务事 白色鸡好吗 看不见 五十七 五十七 五十七的哈 是不是是不是五十七啊 六十七吧 看不见了 关了看了 加两条青鱼 八十了 五十七 一件是六十七 五十七 有的看不见清楚 这是反光 这一跳哪里有五十七了 这水都跳没了 一马就一斤掉了 加两条青鱼八十了 行 而且等于说今天的一个鱼货就是 两条青鱼 它一条青鱼算十斤罗飞 等于说是八十吧 八十斤啊 但是感觉今天是 虽然说 虽然说是鱼货没问题 但是我还是感觉到 太久没有去尝试新的一些钓法 或者说是 在知道这个塘里面 有这么多青鱼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 还是等于没有钓好 就是说是在一个硬变上面的 当我们多次打到这个青鱼的时候 我也知道这一窝子的炮都是青鱼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懒 我就是懒 就是不愿意换大线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换个五米四的 去不打满杆 同样打浮 那么这个 它一种鱼 它往前面一冲 那我有一个余地对吧 那现在就是四米五的杆 打满杆 一种鱼就马上就跑 一种鱼马上就跑 那如果说是 再改变一下钓法的情况下 可能鱼货会更多一点 就不说其他的 就今天盘我的这几条青鱼 可能也要上来几条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感谢给我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这垃圾清了 搞起来了 不清楚 这垃圾可以给它倒了 垃圾清了 然后再调她 这垃圾的 你们不要跟里面 她回来了 这小梅 是没有了 我先把起来 一个小梅 都给一听 我先把起来 股杆 给了 我 我就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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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